如何来解决探统 我到时候美国 我是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 你看到日白大台湾 我怎么来落实中华美国 以后2758号 这个发生了在台湾 我是怎么来落实 美国的民族和亲 一个人是中间早上在局的 怎么来的门员 看待他当时里面 叫美国的台湾观察 我说是他来收回台湾省 我应该如此籍 进口会的主权 台湾是对大众手下 先给你美国的 一个进口公布 管物质材料的课程 你不理解也好 所以他们非常清楚 那也不过分的来容去提醒我 这个时间都指出来 我昨天我看到了 台湾正在大肆地宣讲 特别是新闻学校的美国 张亚忠教授 张亚忠教授 在带领大家去探讨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你要不要来借助 我来收回台湾的主题 而我今天讲的目的 如果你要借助这个历史的 真导臘记的 remember the hate story 就是我们要记住 你探计到什么水平 这个历史给我们 什么提挂呢 就是说 就是说 当时的 关张亚忠教授 实在被回这个 第一个是 这个事件本身的决心 是一个很小的事件 什么叫做下定决心 当时正规成 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这个话呢 是毛主席 农民党在大陆的实败中呢 在1945年军心 军心黄黄 写这个台湾的治理呢 那时候写的一篇 结束了 因为台湾治理呢 有人就看到这个 就是民众呢 又看不到台湾治理呢 有效的治理 中国人呢 那么治理呢 在提出一些 这个 小贩小贩呢 排除罐呢 在去争害这个东西的时候 警察就 国家 新中国的 这个执法呢 有点 那么现在对待台湾问题呢 那么引发了这么一些问题 就是引发了社会的矛盾 中国 谁在触动这个矛盾呢 在计划上 也是主要是决心 日本的那些 不怕牺牲 日本已经排除万难 因为他都煽动了 对这个 愚公政府的不满 对当时的 这个 接送的 这个 政府的不满 这也是发现 你是台湾人 对战后 对不起 生意者的一个不满的情绪 你走不走 你不走 这个没有加在特区的社会人是同样 这个实际上 也是 当然 美国 美国在处理日本这个 这个 你从哪里行呢 你 中南平民不犯 我不犯 你从哪里犯 我不犯 你先 这个 那么 这件事情 美国这件事情 到了 该委员 我就做了 中国人 一个教训 同时 也给美国人 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说 我们不要低估了 那么我就 日本人 集中兵力 对二战的 你反省力的 阴影的 反抗 二战失败的不服 所以说这个阴影呢 美国之难而退 一直不来了 那我也收 延续到现在 2018年 包括 就是要收贪 安倍的 这个 就是要打烊了 他在这个 靖国神社呀 贵神双独军队 不打烊了 这些都是 台湾更嚣张 一些 战争中死去的 那些 我这个市场的 收这个主权 终于天使的 那些 终于战争的那些 是帮台湾的 所以这个 这个警惕 你这个苗巢 中国人收了这个 台湾岛的主权 当然也对着 包含了 对着中国 有这个动作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人 不见关才不落泪呀 只要有了 另外一个 从这些台湾的 二十八 我们要下进座 教授 就是大陆正处理 这个 这个 中国的台湾 收补台湾 那个主权 在各种当中 他出了 当台湾 那个 那个 铁皮 的 那些 一千 一千 台湾 那里面 从英国 那里面 可能也会触及到 这些人的利益 台湾那里面 是这样的 包括了 台湾民进党的利益 所以民意呢 民进党以后 它可能改换民众 但它对这些人 因为它 这种 台湾又在法律上的利益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法律上的冲突 基本上百分之八成的 台湾人 事件观念上的冲突 在这个 被冲突过程中 因为有法律 他不承认才会 他不承认 他就是不承认 法律 所以说呢 我们要 生活说那些政客 台湾的 这个 好好学习法律 没有把法律 念歪 歪嘴 念错经历 引起社会的一个动荡 对吧 这是一个教训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只是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不希望台湾现在的时区 每天都在发生的声音和变化 神仙都在变 大陆 为什么变呢 因为我认为大陆门到了 我现在还关于这种 和平 如果和平 如果大陆继续在 以往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继续在夹打 既台湾当局的这种 争议 不介入的政策呢 实际上是一种 造调的夹打 实际上是台独的养分 是培养台独 天安独的一种养分 不死一个人 这种是权力 这个权力留实 实际上 一点一点 其实 联合国 国际社会大家庭 已经给了 278号 1.70年的 20年 给了中华民国政府 不死人了 大陆续续续 把这种文件 因为 就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台湾当 都是 父老乡亲 为什么到现在 这么 70年到现在 这样子呢 通过这个 落实 这个固 当然是 大陆续组权的固人 认识台湾人的实力 是中国的地位 不能够达到 是中国人的地位 收复台湾 不是 独立的地位 不是台湾 和黄民黄宏的地位 是不服 民政不定有人说 这是一种 习近平大黄宏 我们中国人都是黄民 那么现在 这个有没有搞错 想要收回了 习近平这个海湾人呢 还有 另外的 是人民的公主 我下面来分析 你说他以为是人民的公主呢 那我就 制造了 他是 中华民国人 他怎么能成为人民的公主呢 颠覆中华民国人 他是人民的千古罪人 说自己 说台湾 他上架是一个主权的 他是卖国家 那么这个 所以说台湾的跌倒在 安倍脚下的 是脚下的一个 乞讨的 这些都是 南东广大一个 蔡英文 不是 那谢长廷和那个 葡萄军在底下 这些 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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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家 都 他搬了那 习近平 第二习近平 跟下午再分析一个 一个救兵 摇手一走就走了 所有 大陆从2008年 四九大以后 所有人 一切是想 有个潜台词 就是 现在呢 习近平 为什么要争取 讨伐 连任 何止是 争取太多贵 这就是因为 分裂国家的历史罪人 中国也很像 蔡英文 賴清博总统 二战时期 特殊时期 讨伐时期 必须有非常人意之时 非常新 国际法律 就是说 罗兰国 最自然的世界总统 派遣任的 罗斯福总统 兵临丞相 是因为什么 这些战争 首先我兵临 现在 哪几个岛 台湾和大陆 处于什么状态 我想跟开诚不公的 对美国说 处于少未统一 在内战 有一种思标 四网就在工作了 从现在台湾 那个世界 看不清前途了 那一战 它到现在没有 没有接受 对面有前途 就是说 眼看就有言无误 在那个中国的前途下 全数据国家组成 数据有限远法 的情况下 在有限的几个点 前途和平协议 根据台湾来说 对 对 打金子 2758号 联合国的 比如说 太平岛 那马上 跑的路给断来了 你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新风作乱的路 这对习近平 对中国大陆 对中国政府 都变为人民解放军 就是一个考验 这两个问题 您到底能够承操行 联合国 给你的权利 因为这是两个点 您到底是 这两个点 一定是 花莲大家 可能对这个问题 还想的 还在跟随时交易 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现在问题 已经到了严重的边缘了 屏东呢 今天呢 我是一个老家 分析和判断的 这些地方呢 跟美国 都是在你的房子 测源地 所以我要进行监视 那么 我希望呢 监视你 生命天的 这个 你的动向 这个 你让你美国在 分析南韩 有没有道理 安插了一个 萨德 一样 我要在 我昨天 这些地方 推背头的挂 这一轻的 像美国形式的 鸟屋族 威山岛 河山引平日 一岛 这是给台湾的一个 全程的监视 南山有雀 北山 你要是 从屏东 花莲一起飞 我马上就知道 大海沉沉 日与稀 这个呢 作为美国人来说 听不懂这句话 你这句话 这个含义 这个含义 我天上的 我背身看得到 你在这里 我听不下解释了 那么 这个说 现在今天就看得到 我就前头 有这种文章 虚日生 人都哭 如果要在美国来讲 焦急的 你是什么样的处理 我昨天呢 做了十六关岛 就有人跟我发出来 下面 习近平不是当了皇帝了 怎么办 那肯定我要这么做 这是皇帝 只要皇帝 这有点皇帆的 因为他最让大帝想怪的 他们已经在做了 分裂国家行为 皇帝轮流做 我能天到你家 不好听的 不打你 孙冬山说 但是你要有不良之心 中华民国 就是要让十八万人 人民之人当家做皇帝 我是看人 人人做皇帝 带随公 有没有带随立公的表现 那么 美国呢 美国就是 就是 林肯 不往言之 林肯 允许人民的三大权力 允许引战 我不动手就信 我的权力 也就是什么 我这个叫假当皇帝的权力 四大自由 就是给你当皇帝 尽量去当一个争取决 你要是反抗 在我们收岛的过程当中 动手 归山岛 奉取总统 对岛的过程当中 你要反抗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还有一个 这是我的使命 皇宫允许人民的 权力临身业 生命临身业 生命临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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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両 中国是2018年进入的特殊的激光打底的临战状态 在你激光的黨內內戰的勢往不脫落 現在就是一個內戰 這個 situation 中國的台北多人可以回憶 就是一個內戰的延續 拿下這幾個小島不是內戰延續 而是蔡英文一個中國 同表一個中國的人 針對蔡英文賴清新 現在台灣和謝長廷各表 我不是跟你還有 你是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 林鄭發的 這更了就是兩者 他們想要 他說我這個延遲狀態 我現在臨時狀態 臨時狀態也不行 他們想要臨時狀態就成了 現在你搞分析 就好家村 就實際上走那麼我們 從離著我們 中國大陸B上來 這B權就分裂了 這才要打很分裂的一個 誰比草菲這個 所以在馬英九的前陣發 前侵犯這個 如果我們要拿著 周家這個島不是說 誰在誤會對我們來 中國大陸B權 都得做到 誤導台灣人要消滅 那麼現在蔡英文上來的時候 繼續誤會很小 變本加厲 敵我很清楚中國 敵我界線很清楚 人物犯在這裏 你現在犯了我 你先犯了我 你把我台灣的主權賣了 這就是把台灣的現狀 我就要做我這個解裁 你不是中國人 你就沒有資格做 中華民國的主權 任何一級的 現實這個目的 楊童的 或是他的編輯效應 這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我就是把楊童在賣狗肉 在台湾呢 這個是到一個 從哪裡學來呢 台湾的主權 是中國人民的 這種滿天國海之氣氣 也包括了詐騙行為 好 包括蔡英文的 英國存在 哇塞 陳清扁就是一個 轉到成為 不要連鬼都害怕的人 2018年年底的選舉 什麼事情做出來 都會選那些台獨分爭 那麼現在蔡英文現在也走一遍 他走到印度 2020年也不說過選舉 但是我在做 蔡英文做不說 在清德 蔡英文做不說 也不再繼續連任 這種白骨經濟的做法呢 我們就要拿起 讓他 他們也下台以後 就要問他 誰要是搞成 首先 這種呢 那咱看來的選舉 下一屆政府 就要問他 是不是中華民國的 能不能按照中華民國的憲目 是不是在 在 在總經濟的 蔡英文怎麼來治理那些台獨 他們的條件菜呢 這是按照 新華民國憲法下 我呢 你卻想再給馬英文 你如果不是 因為我看到馬英文的表現還不錯 陳清扁的台灣建議 你就是放了國家 台灣人民安全法 就是放了國家分裂化 你就制造了國家分裂 政府也好 你就是從上到下 放馬英九 給人民帶入了 去生活的 這個災難 要比不同的 二十八事件的災難 他雖然想要 把更 救活 更加 合法性 不可禁止 不可以禁止 不可以莫 不可以救到 他經過這個 下台 一屆下台的時候 我陳英文 打翻在地的踏成一隻腳 官司才升天 他已經清醒多了 主要是 我們到達 有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還沒有 還早的很 站在這個 但是,我和白骨根在台湾和大陆的外面来看待台湾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马云九,要刻画一点。 那么怎么讲呢?现在台湾马云九是有血气的。 这是处在暴风前的宁静。 所以,虽然三亿以来是丰满的话,今天现在是软弱性。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台湾一而再三产还是中国人,挑战大陆的底线。 越来越有地产那么坚定,战斗力那么强。 他毕竟是一个学法律的人。 这个学法律,陈里边也是学法律的人。 那是个人不要连鬼都害怕的学法律的人。 这个给法律的人丢脸的法律人。 知法犯法的法律人。 这个贪账王法的法律人。 蔡英文是个窃活大道的法律人。 我这些直播录像每一期都给蔡英文的脸书上也发一个。 让她知道我的观点,我的立场,我的语言,我的风格。 但是她都把我当成垃圾来处理了。 没关系。 心尽道。 这个心呢, 两个药读孔立于病, 你浪子回头经不换。 你放下屠刀,可以成功。 你不放下屠刀,迎接你的就是刀枪。 那就是解放军收回台湾这个岛的主权。 先从小的来。 就是围点打员。 你最小的代价,集中优势兵力。 我打你几个点,我打下来之后, 你平常你要来打我,那就对不起。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你要是将来我战了之后,那你要来打我,你要来侵犯我,那就开战。 真的好说了。 这就是像,就像呢,站了几个, 就像那个布了几个井,布了几个岗, 你在中东国旁边布了几个岗, 你谁要去侵犯这个,那个站岗的人,那个岗哨, 那就侵犯他这个国家的尊严。 你要侵犯这个,将来这个龟山岛, 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龟山岛, 太平岛,或者是瑞岛, 那你就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三亿人。 你就是侵犯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的国际法的决议人。 我呢,这里呢,还得说,对吧? 让人呢,倒内的军心呢,就稳定了。 这个军心稳定呢,民心就失变了,对吧? 乱世呢,就出英雄。 这些呢,像王闽忠啊,像王峰啊, 这些人就可以扬眉土去说话,就讲道理了。 张亚冲啊,这些就可以在台湾有,不但能够呼风唤雨, 还能够有理有力有节的去发展。 那么,就推举那些闲能的人去担任台湾的地区的一些各级的一些领导职务。 选贤任能嘛,这个风向就变了。 就重新,让relieving台湾,让台湾呢,重新再造一个台湾。 至于怎么造,你台湾可以按照你台湾人民的现在的, 台湾的中国人民的选择去做。 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怀。 我不阻当让台湾人民声音涂炭,乱杀无共。 你在这个建设功能当中,我可以删选和识别哪些是真台湾人, 哪些是真中国人,哪些是假的中国人,哪些是卖国的,哪些是黄农。 我相信黄农也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只要你把台湾建设好了,黄农也可以转变成中国人,是吧。 全战2758号文件。 这是关键的关键。 这是2018年, 事出有名一个关键。 你要充实有名,你要打起法律的旗帜。 国际法的旗帜, 维护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的宪法, 这个旗帜,虽然可以说,但不想。 大陆人民不能唤起大陆人民的这种正义感。 要用2758号文件,就可以唤起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同心同国的一个正义感。 好气,浩然之气。 国家呢,在国家统一之前,我们承认一中同表,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共同体。 我们承认,在台湾实行既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将来,实现统一之后,我们要修改这个法律,使得更加完善。 使这个Republic of China更符合现在的两岸一家亲, 同心同国,人民主权的统一,和国家主权统一这种法律格式, 法律未知结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当然,台湾会出现一种大的动荡,社会思想的大动荡, 这个战略呢,也会发生转移。 中国呢,这个要把这个重点呢,是把中国的事情建设好, 特别是把大陆呢,就建设好,根深固本,以至天下。 你自己没有这个综合实力,不能把大陆建设好,不能把一带一路的这个目标的实现。 我现在呢,美国呢,原来我造了一个东渡辅商政策,现在改了。 现在我觉得呢,东渡辅商有点,跟日本的那个东渡辅商的混淆有点搞不清楚。 这叫鱼工一山嘛,我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我们的,欢迎大量的中国企业家,那个实体经济到美国来投资。 来,你像我们的石油干嘛二厂啊,石油行业,帮助美国一起开展石油。 我们一起共同,把这个造福于美国人民,造福于世界人民, 让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不是很好吗? 那在这,只有在建设当中,我们的矛盾,我们的认识才能够追求和谐,统一。 就才能够追求民和民心民意。 这就是我未来十年,数目百年数人的一种梦想,美国梦,第二个美国梦。 那美国人是不是这样子呢? 美国也是个受益者,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是2018年,两岸关系发生了一些动荡变化的, 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大受益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美国人民的形象,维护正义,维护一个中国的形象, 在台湾,中国人民看到了,台湾人民也看到了。 因为台湾人民对美国人民是模糊的,以为台湾人民是支持两个中国,支持台湾分裂的。 其实不是,其实不然,这个叫做清光眼,清天白人的清光眼,他把美国看走眼了,把川普看走眼。 他们因为川普好混,川普好欺骗。 所以说,直接欺骗美国人民,欺骗美国政府,欺骗美国的国会山。 所以说呢,他算了打错。 所以美国的,这样子呢,就美国人民帮助,中国人民把台湾人民的颠倒的历史呢,再颠倒回来。 美国做了一件好事,既利于中国人民,两岸的中国人民,我说这个是包括台湾的中国人民,也利于美国人民。 美国安定了,美国不会跟中国,永远不会跟中国打仗。 习近平说的好啊,中美之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你把台湾问题解决了,美国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就是一个引领者,世界潮流的引领者。 我们,我们就是你的,我们就在你这个大国呢,我们就支持你大国的一些,在很多行动,包括朝和行动啊,中东行动啊,支持你的,唯物世界和平的一些行动。 因为这是美国的千年打击,百年打击。 什么样子才能够降服一个,像14亿人口的中国,它要比,中国人要比印度人在这方面的作用大得多了。 印度人是一盘散沙,中国人是一个,过去也是一盘散沙,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强大的。 一个国家生命体。你把中国人民的运心盘,这个世界就定了,吃的定心盘了。 中国人和美国能够共建家园,就同舟共建,相向而行,这叫向如左右手,合而不同嘛。 不一定,美国的文化包含了中国的文化,中国也学习美国的文化。 这样子才能够潜移默化来影响中国,去改变过去一些, 非常,还不适应市场经济啊,不适应法治经济啊,不适应这个全体化的一些因素。 因为美国的多元化,包容性,一致性,还有尊重这个,这个法律这个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比中国要早走一步。 但是现在美国有时候也在违反,自己也在违反这个事情。 不能光让中国人在做,那美国也需要一个对立面来监督它。 什么样的对立面来监督呢?日本来监督能行吗? 日本,它都怀着仇恨来监督你。 司机等着将来有机会,我用原子弹来回敬你。 那个二战的仇恶还没报呢? 你现在占领它,日本人它夫妻吗? 所以日本呢,有个朝鲜在那里,不战不和不同的。 那么实际上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好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日本它总是提金吊胆的。 它对中国提金吊胆,也对朝鲜民主提金吊胆。 因为危机上它是国家安全, 所以它就要扶手贴耳地听美国的话。 这种于庸得利啊,韩国也一样。 但中国不一样。 但是你把中国收了, 你把台湾问题解决了。 中国问题党外并先安待台湾, 中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就会撸起锈的加油干, 就会跟美国同行同德, 一起共同建设好美国。 美国确实是现在的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建设。 这就是我们向天借来一个力量。 这个天力啊, 就愚公一三了, 就帮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作为一个富有善意的建设者, 有什么不好呢? 把美国建设完, 他又走了去建设别的地方去了。 美国人愿意跟着他, 也看清了中国这些建设大军, 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去, 也可以领导他一起去。 这个是, 商业模式嘛, Ba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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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决定权, Basiness on you, 就是决定你的实力, 够不够领导其他的国家的经济体。 你够, 你自然会成为一个领导者, 你不够, 那你就推选另外的领导者。 这个是, 我的预期了啊, 这是我的预期。 这个非常之势呢, 并有非常之人, 解决了, 习近平连任呢, 他台湾问题, 非他莫属啊, 不是他, 解决不了。 台湾的后, 收复了台湾以后呢, 后续事情, 也需要他。 让马英九连任, 这是我的主意啊, 让马英九也尝尝, 他也能, 他的皇帝也能, 他下了台了之后, 吸引教训了, 又来再做一次皇, 再做八年, 给他一个机会。 我想, 当然呢, 也要靠他自己争取, 他自己也不能够, 在一颗树, 在过去, 还抱着过去不懂不懂, 这种死脑筋, 你吸取一点教训来, 吸取一点, 民进党参与文队里的教训来, 别那么天真了, 还是指望着他, 那是极果矛盾的, 他是分裂国家的, 所以说呢, 在整个, 说到这里, 他是那个川普, 我想, 我经过这一段分析, 您是不是有所启发, 是不是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 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谁是真正的敌人, 如果那些, 心快颇测, 想把你冲入陷阱的人, 那些都是蛇蟹心肠啊, 中国, 需要美国的帮助, 也需要美国的理解, 需要川普的理解, 川普呢, 也需要中国的帮助, 需要中国的建设者呢, 帮助, 来, 参与美国的这种建设世界, 只要, 对美国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干, 我们就支持他干, 就像修铁路一样, 修那个大洋铁路, 你只要对美国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欢迎你啊, 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既然其他的国家能来, 中国的移民为什么不可以呢? 它是带着钱来啊, 带着这种改革开放经验来啊, 这种人是第一生产力啊, 这种带有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思想, 还有循环天下, 为天地利心的人, 是第一生产力啊, 是潜移默化的, 提高美国全体公民素质的生产力啊, 下正决心了, 成就美国, 就是成就中国, 成就川普, 就是成就习近平, 成就这个新世界, 成就全人类, 这是我今天的发言, 在最后的结束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走路, 对吧, 我已经在美国十年了, 我就一路走来, 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观点, 西北大学有个校训, 成, 公, 成, 秦, 土, 我做到, 公, 天下, 卫公, 保卫了卫, 保卫这个, 社会的, 二战后先行的社会秩序, 成, 一成天下动, 我觉得讲真心话, 我这是成就别人的, 也成就自己, 我这个成字, 我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 一路走来, 我小时候叫李大师, 到现在呢, 还是非常诚实的, 也许我做生意, 不是个好材料, 因为过分的诚实, 看不透, 一些不要脸的, 肯定管片的人, 我就, 我就曾经, 我就看不懂, 我就一直, 原来都一直都相信, 陈锡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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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蔡英文, 八年了, 多少年了, 就现在到了二十年了, 我这些的教训呢, 让我清醒了, 所以我不相信他们, 老实人吃亏总生, 有限的, 总之不能一人在这儿的山马, 所以我希望, 川普呢, 也能够像我一样, 你也是个老实人, 也是个敢于说真话的人, 也是个天不怕, 地不怕, 敢为天下心的人, 我, 我保证, 再做我的最好, 然后继续, 一直到我的死, 鞠躬尽翠, 死了后子, 我会在这里的, 也就是, 我会守和美国人民, 同行同国, 在这里, 我的落叶归根, 我把这里的, 就作为一个新的家, 新的根, 我也会死了, 我也会在这里, 在这里, 在里面的身边, God bless me, God bless the Americans, God bless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the people.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